大家好,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8号宣布 美国接受国际旅客使用美国监管机构 或列入世卫组织使用清单的疫苗 从11月起接种这些疫苗的外国人将被允许进入美国 这表明美国将向全球大部分地区人士重新开放边境 或世卫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 我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 首先是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 印度血清研究所疫苗 中国的科兴、国药两款疫苗 这意味着接种科兴和国药疫苗的中国人 也可以自由的进入美国 9月20号美国白宫宣布 美国将在11月取消对来自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 33个国家的航空旅行旅客的限制 这些旅客需全面接种疫苗 白宫当时没有具体说明接种哪些疫苗 CDC表示 本周早些时候他们将接受的疫苗通知了航空公司 并补充说CDC将在旅行要求最终确定后发布更多的指导和信息 美国航空协会表示 对CDC公布入境旅客疫苗接种清单感到高兴 期待与政府合作 在11月初之前实施这一新的全球疫苗和测试的框架 美国去年起陆续对33个国家实施了入境限制 只要过去14天内曾在这些国家停留的外国旅客 不得入境美国 取消入境限制以后 对华人旅游旅馆业都将是大好 未来在美国的中国的旅行应该逐渐恢复正常 那么现在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台湾 台湾大家知道这个疫苗接种率很低 而且台湾自己的 大家知道台湾自己接种的自己生产的疫苗 没有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新冠疫苗 它这个相关的目录 大家知道蔡英文接种的是什么疫苗 蔡英文接种是台湾自己的疫苗 既不是这个中国给台湾的这个德国产的这个疫苗 也不是中国大陆的疫苗 是台湾自己产的 而台湾产的疫苗没有被列入联合国的 还有世卫组织相关的清单 那也就是说台湾人包括蔡英文不能去美国了 跟着蔡英文一起接种台湾疫苗的一些人 都不能去美国了 讽不讽刺 爱台湾 我们是我们和美国站在一起 结果美国人不让你进入 为什么 你打台湾疫苗不行 你打中国疫苗可以 打台湾疫苗不行 这不就明显打蔡英文的脸吗 台湾人听懂 我发现这世界上的事越来越有趣 美国和台湾每天炒作 美国爱台湾 台湾爱美国 美国就是不给台湾疫苗 等新冠疫情都快过去了 美国还是没给台湾疫苗 而美国要求来美国的外国人 必须打什么 打这个WHO 也就是世卫组织 公布的是疫苗 包括中国的疫苗 你看中美结果在背后 已经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联系通了 都打电话 两国领导人打电话沟通好了 结果把台湾出卖 那你说你台湾人在这个事情里边 你们之前炒作疫苗那个事 还强调 我们要打台湾疫苗 还抢着打台 你去美国 你能打台湾产的疫苗吗 你打完疫苗 你只能在台湾待着 哪个国家都不承认你 你至少你不能去美国 美国就不承认你 所以有时候美国人向你保证 你台湾人千万不要那么相信 美国人相信的 相信实力 你台湾和大陆比较起来 对吧 你看那科兴 你看那国药 台湾人天天骂大陆 那俩疫苗不行 不行是啊 美国人为啥承认呢 怎么不承认你呢 台湾人想明白 所以我有时候这个频道 把很多台湾人想不通的事 我告诉你 你看完我频道 你就知道为什么大陆人 瞧不起你们台湾人 你说让我怎么瞧得起你们 连美国人都不瞧不起你们 中国大陆人更瞧不起你们 我告诉你 其实是现在越往后发展 大陆人越瞧不起台湾人 你说你们台湾人这是什么样子了 作践自己 作践自己的种族 作践自己的文化 抱美国大腿 结果呢 美国人第一个排除就是你 谁让你没打美国疫苗了 你没打中国疫苗 你是连印度疫苗都没打 你台湾有疫苗吗 有啊 我们台湾疫苗 是啊 你台湾疫苗 美国不承认的 世卫组织不承认 这不打你脸吗 你天天那个什么新台湾加油 台湾南波万 你看那个新台湾加油那几个 那几头算 你听我天天看 那几头算 我们疫苗 这个好 那个好 就是去不了美国 大陆疫苗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抵抗力这么差 美国人就承认 你上点说理去 还给你洗脑呢 台湾人 你真的想通 你看 我 你就把我这个频道 从三年前到今天 我一直跟你讲的都是实情 最后呢 你看看 全都应验了 而那帮新台湾加油 台湾那帮给你洗脑 那帮台湾政客 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 给你洗脑 给你讲的东西 全都露馅 拍拍良心 拍拍良心 我对你们多好啊 我提前就告诉你们了 美国对大陆 不能跟你们一样吗 还天天啊 瞧不起大陆的这个疫苗 这个那个 现在怎么样 大陆人可以去美国了 承认大陆疫苗啊 结果你天天打了 跟蔡文一样 打了那个台湾疫苗 没人承认你啊 蔡文可以去美国 可以啊 是吧 买内部票 花点高价就去了 包机就去了 你呢 你个老百姓 你能跟蔡文一样吗 蔡文能保证拉着你去吗 所以这就我说 为什么不要听民进党这些人话 这帮人在玩民粹 在忽悠你们台湾人 要你们选票 甚至要你们生命 你看那些跟着蔡文 一起打台湾的疫苗了 我当初不想说这个事 台湾人我们就是 打我们的疫苗是啊 你打完了 赶紧吧 再打几针别的疫苗吧 要不是去不了美国了 你台湾人不去美国 你咋整啊 那是你爸爸呀 回不了爸爸家了 是不是国民党都得赶快 这回知道 为什么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都打美国那个疫苗了吧 都打这个世卫组织 公认那些疫苗了吧 他就是不打台湾疫苗 这回你知道了吧 他们早就知道 打台湾疫苗 他出不了国 去不了美国呀 那台湾疫苗谁认呢 但是那些讲啊 得讲啊 我先打完了 所以就不能再打第二针了 你听懂了吧 骗你们这些台湾人呢 骗你们这些善良的老百姓 我就看不了这个 所以我必须每天 我得把这个台湾这点事 我得给你想清楚 你台湾老百姓 你得知道这个民进党 也好国民党 怎么祸害你帮老百姓 那帮国民党 当年在大陆就这么忽悠老百姓的 忽悠大陆老百姓的 跑到台湾现在还玩这一套 民进党 照胡了话嫖 还玩这一套 现在时代不同了 有我们武统 是不是 有我们武统 你经常看我频道 你能看到很多台湾啊 最真实一面 我把那个蔡英文的民进党 国民党底裤给你扒一地 你看他一个个的 我朱立伦呢 光着屁股 是不是 你再看赵少康 是不是 也是光着屁股 陈水扁呢 光着屁股 蔡英文呢 光着屁股 还有个小兔头 是不是 行政院长苏仁昌 光着屁股 全都光着屁股一地啊 一看看这 哎呀男男女 全都给他扒下来 我以一己之力 扒光台湾这帮政客的所有的底库 真的 我觉得有一天这个台湾真的回归大陆了啊 我觉得我都是有贡献的 很多看我节目台湾人是不是你也清楚了 你也清楚台湾这帮人到底怎么骗你们的 你看现在这个美国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你自己去查美国国内政策 台湾疫苗不行 去不了美国 你上哪说了以前 你还打了 你还打了 你怨谁 你说大陆疫苗不行 大陆疫苗 美国人呢 你还中美关系不好了 美国要怎么怎么让中国了 是吗 好不好 好不好 你说 不要天天看着台湾媒体现在的人给你洗脑 中美啊怎么样 中美是核武器的 那个美国那个总参谋长是不是 天天给中国打电话 我们不会攻击中国的 你放心 那么两边是不是一起 是吧 美元霸权得靠中国的 对不对 得靠着中国美元霸权 没有中国 我们美元上哪儿霸权去 听懂了吧 我有时候把这个世界的底层路给你讲出来 真的有时候人嘛 不信 他就相信他自己认为那个世界 无所谓 但今天这个事实再次证明了 我跟你讲的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特殊 不像台湾那些人跟你讲的 美国要跟中国怎么样 他敢吗 他能吗 他傻呀 中美还脱钩 脱什么钩啊 你看看中国和美国现在 脱什么钩啊 关税都快取消了 就说这些 都能听懂台湾人 我希望你现在没打这个美国疫苗 没打什么中国疫苗的 赶紧 这几个大国 刚才我给你讲那几个大国的疫苗 就精力之瓦了